几岸乡长游淑珍协同建设客文官所会看 滨海线观光路廊改善计划工程完工的现况 简合花莲西出海口段两坛自行车道 回南广场铺面设施优化 尤其是华人海亭南端自行车道下坡之后 衔接薄油路面 以往因为气候环境影响经常导致大量的杀石堆积 这次透过了凯米台风的考验 未来将提供民众舒适安全的休闲网络 启安山公所向交通部观光局争取经费 地方也编列配合款总共1500万元 进行滨海线观光路廊改善计划 日前已经完工 经过这次凯米台风考验 设施完整没有损坏 再次感谢交通部观光署 补助1140万的经费 代表会支持360万 自愁让我们完成了 我们所有的这个交通绿廊 在我们的海岸线上 尤其这一段化人海堤的光华村段 是我们每次台风来或是大雨来 都会让我们海边的海堤沙滩 侵蚀到我们的这个脚踏车步道的一个 伤害的一个区块 所以我们这次针对于440公尺的 一个长段的路面来进行改善 也让我们完整的地方建设 提供给乡亲们 未来在生态还有休闲运动旅游都更加的安全 尤其也防止了我们未来在海水的一个 清洗或者是台风来袭的时候 也能够带来我们居住上村子里的 所有的安全的准备 再次感谢中央现象协力 让我们共够完整的建设在吉安 整体滨海线观光路廊改善工程 包括了既有护栏拆除更新 以石龙路基电高步道路面 双寸增加植栽固沙绿化 改善海浪或强风夹带沙石堆积问题产生 同时也缓解原道路急降坡的危险 还有更新自行车道扑面 带来更安全的基础建设 乡长尤淑珍表示 乡公所不仅完善乡内各区域自行车道和步道建设 也积极规划海潮回栏自然人文之旅活动 提供到访游客深度地方体验 或者是在地乡亲平常安全合一的休期活动 期盼为地震过后 振兴观光经济提供优化设施 带动另一波休闲健康旅游风潮 解论会简相报道